你来范英谷几日 可否察觉庙遗愿有何不同 这是 传说中的 谍诏术 不出之前所料 三毒灼烯 果然在逐日积累 幸好一切伤在掌握之中 过几日 我便亲自去净化调服 在水里也浸过了 在火里也烤过了 还被小燕那种粗人拿去擦过桌子 这么一来 我的气也消得差不多了 等你烘干以后 我们就冰释前嫌吧 小燕你怎么了 怎么不说话一直哀声叹气的 我刚洗干净一次 你说什么 没事 我给你倒水啊 不用了 老子一直以为自己的修为已经跟冰块脸差不多了 但是 刚刚老子经过水月潭边居然看到他在使用叠咒术 叠咒术 叠咒术不就是要把两个不同的时空叠下在一起的术法吗 对 他把范英谷和九重天连在一起了 我听说这种法术真的很难的 不到万不得已的话是不会轻易使用的 可是九重天发生什么事了 他在下棋 下棋 气就气在 他使用这叠咒术不过是为了方便跟天上的老友下棋 老子刚才看见他跟天上那个花花公子在下棋 就觉得自己输了 虽然他这一向的确是赢了你 但是你总有一些长处是他比不了你的 何必以己之短去比他人之长呢 老子的长处 比如说 比如 比如 比如你比他生得娇媚漂亮 等一下 你方才说东华同联送下棋是几十来招 就是刚刚啊 他们现在应该还在下 作为一个神仙 你怎么可以这么无耻 你 你说谁无耻 是可人数不可人 当初你决定骗我的时候 难道就没有想过坦荣发现这个骗局会恨你一辈子吗 还是你觉得我根本就没有识破你这个骗局的智慧 你给我等着 自从和你相交之日起 对你嫌殷勤的女仙也不在少数 却没见你对哪个女仙特别感兴趣 今日 你怎么就对青秋这位小弟姬 另眼相看呢 好奇 你这刚入范茵谷没几日 怎么就把青秋这位小弟姬又得罪了呢 我看他气冲冲过来的样子 像是要拿把刀把你斩成八段 没什么 低估了他的智慧 糟糕 竟被这叠咒术逼得献出的九尾 哎 这样子怎么有杀技啊 说不定还会让他觉得非常兴起可爱 你这样戏耍我有意思吗 你看着我做什么 我们是不是见过 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是不是曾经见过 你从未见过青秋帝姬 你小的时候 我是不是救过你 可我隐约记得好像 帝君辞心普及众生 这种事情自然不会放在心上 我救过你一次 你还没来得及报恩 我骗你一次 你不计较就当报恩了 帕子还我吧 你将他折腾的吊色 我也不同你计较了 我也不同你计较了 我早已报恩了 什么 这个 你这么想要回这个帕子 是不是因为这上面的花 十七横他修给你的 不要 你 他近日 的确要比半年前在九重天上 生动活泼许多 或许多